哈哈哈哈 伯爵我又回来了 唯一缺点是太过完美 兄弟们 这个皮肤怎么看 它怎么都是流氓 结果你告诉我是个凯 哥们你哪有凯样啊 这相同的站姿 提着一把类似的红色宝剑 一个背上是披风 一个是翅膀 打了两下才发现 哦不是流氓 是暗系 凯玩家也是有福了 流氓的剑膜 暗性的普攻 本以为向流氓暗性 已经无敌了 结果大招一开 呜 背上找出六根翅膀 帅是很帅 只是 啊哈哈 改玩家又有福了 不光拥有流氓的站姿 暗性的普攻 开大还能变成笑语 这个吐槽归吐槽啊 剑膜我们不做评价 毕竟这是联动的嘛 它肯定是要还原的 我们就只看特效啊 它这个大招化身小黑人 行星归来 一级呢 再把行星丢出去 然后二级呢 就是红色黑色的闪电 这样挑一下 并没有很多复杂的元素 非常简洁 然后 没了 就一个行星一个闪电 就这里啊 没了 是不是 不太够啊 玩事一长的还想流氓 这个大家看不过更直观的啊 开了大招 炸了一下 走进人群 好像就没有任何特效了一样 对面其实并没有很多特效覆盖我 但是我就是看起来没有任何特效 我用新皮肤玩了几局 感觉手感方面中规中矩吧 也不算好 但也不能说很差 喜欢玩凯特兄弟们 大家可以去训练营 试用一下这款皮肤啊 毕竟凯特就是个原始人 那玩的就是个手感 在现在这个集体变异 全是三体人的版本 连点围都有位移了 我强烈建议给凯也升级一下 不为别的 就为我们长得像流邦 而且这像流邦 也不光是我说的呀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而且你看我从上面传送下来 邦的一声落地 这分明就是流邦 言归正传 我们玩凯是一定要会招后的啊 看到小龙人了 直接开大 然后被击退 又被击退 又被击退 再击退给我干中路去了 没事啊 你觉得你很能打吗 小龙人 你以为我带闪线是为了什么 等凯飞到你脸上就老实了 我不活了 说实话 刚才那波换流邦来 一个被动也给那龙人杀了 但是没关系啊 虽然说我们凯容易被人拉扯 但开大之后 这个格挡确实是挺不错的啊 还记得凯刚出的时候 优秀的格挡机制 让他遥遥领先当时的人 完完全全就是最先进的英雄 没有想到现在也沦落成原始人了 即便如此 现在的凯打那种技能很分散的英雄 也是很有优势的 这吧 也是遇见粉丝了 跟铁根学的怎么样 来 让我看看 你二高九跟我学的 今天为师就要清理文户 对面是项羽 被我们克制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我们长得像流邦 目前的凯还是推荐打野啊 边路很难发育起来 打野凯出肉出暴击都可以 根据对面阵容来分析 如果对面容易切 你就出暴击 感觉对面比较灵活 伤害分散 就出肉就可以了 就比如这吧 对面上官丸 马可毕罗 我大招一开 他俩根本就打不掉我血 而且肉凯的一技能 回血贼猛 续航非常强 那么本期主观有余 客观不足的凯试玩测试 到这里就结束了 兄弟们 这款皮肤 你们觉得怎么样